安吉亞與羅朗分開後 他覺得有點後悔 這種奇怪的情感引起他的警覺 剛剛還在想一個人也挺好的 現在就想回去和羅朗重逢 安吉亞感覺有奇怪的東西正在鑄滿他的身體 這是靈魂宿舍的記憶 菲利普總對自己沒有信心 師父莎阿瓦多讓他別想太多 前輩尤娜說他是個很謹慎的人 但過分的沒自信 會被人當成擋小鬼 菲利普覺得圖書館這件委託不可靠 能不能不去 莎阿瓦多只是笑著說 你還年輕 以後慢慢學就好了 然而他還是沒有信心 這些記憶引起了安吉亞的深思 這樣的世界 有足夠信心的人才奇怪 安吉亞突然忘記了重要的記憶 估計是在事務所的後續 他也感到了頭痛 彷彿回到了當年的恐怖之上 菲利普會施加大量操傷 尤娜只剩一人又會開無雙 先把尤娜殺了 我忘不了當初尤娜一打上的恐怖記憶 我會把尤娜殺了 降低速的感覺 我會把尤娜殺掉 我會把尤娜殺掉 這次是有發尤的 在上面 我會把尤娜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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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我會把尤娜殺掉 不停 我會把尤娜殺死掉 還好阿姆家有友誼之陣回血 這浪費得燒死 老大混亂了 兩個人可以一起送走 安吉拉打完這些記憶舒服多了 但是這裡依舊有痛苦的感覺 還有需要回憶的記憶 自己該怎麼辦 是要留下來還是回去尋找羅蘭 來的時候門應該還長留著